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第一个疫情的发展 当然我觉得我们毕竟都很难评估 即便是专家会延续多久 不过我觉得反映在市场上 投资信心绝对会影响 我觉得这必然的 因为第一个我们从台北股市的成交量可以看到 虽然跌升之后都有见到比较明显性的反弹 但是来到季仙这个位置 最近的成交量明显的下滑 今天的预估量以集中市场来看 可能就有一千一百亿 但是当然第一个我觉得 大家投资会比较抽出不前 不过以产业面或资金流向来看 其实最近的OTC相对比较强烈 尤其从年后回来 尤其二月份之际最明显 OTC整体的外资投资 几乎天天都是站在买方 而且以量能 甚至以这一波的一个反弹的力道来看 OTC目前看起来还能站稳于季线 投资外资 从二月份以来几乎都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第一个 我对整个盘色的看法就是说 或许指数的空间有限 但是个别的产业 甚至一些业绩能够成长的这些个股 我倒觉得市场上的买盘 还是会比较勇于抢劲 还记得在上周是跟明娟 在股市现场 我们谈到一个主题 就是说Q1业绩的成长股 当时谈到这个电商购物 宅经济这一块 目前市场上也是 买盘也是蛮认同的 我们当时谈到三家嘛 富邦梅 王家 跟东森 但是谈到最具指标性的 就是8454的富邦梅 因为 在去年的整体获利 算还不错 接近化一个股本 外资在 尤其去年就已经买了 年后回来还在买 你可以看到富邦梅的股价 上周虽然留了上影线的K棒 大家担心是不是创高的 卖压比较重 不过今天随即用一根 更大量的带量红棒 冲上涨停来到356的波段高 第一个 所以我们过去聊到 在电商购物这一块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整体的业绩 网路的一些购物的一些 销售量比过去是大增 所以富邦梅 算是这一波电商购物的零涨股 那我们也聊到 比较落后补涨的 应该可以看到像是 2614的东森 因为在当时节目还谈到 东森其实在 过去这两三年 把重心转移到 这个电商购物这一块 像它并购了 这个入股的自然美 甚至也吃下了 这个宠物平台 也成立了旗下 这个宠物云的一个 电子商城 那在 圆月的营收表现算不错 年增率高达29% 是睽違过去许久 见到年增有双位数的成长 所以以2614的东森来看 今年首季的业绩 应该有机会 写下不错的成绩 那以位阶来讲 就像刚刚谈到的 东森目前的位置 才来到年线附近 如果我们时间周期 拉长一点 可以看到 目前的位阶 说真的还处在 长线的一个底部区 对照刚刚谈到的 富邦梅创高 另外一家公司 大以不陌生的 8044的网家 最近也有同步被 拉伸上来 那些向上的一个带动 这一波从87.1的 波段底部区 已经也来到 年线附近位置 今天的高点是124 波段也涨了 将近快要五成的幅度 所以我刚刚谈到 电商购物这一块 富邦梅网家东森 原则上 应该是有机会 在手机是 搅出来不错的 业绩成长 那第二块 当然游戏这一块 也是我们 琢磨也最终蛮久的 指标股 当然强势领涨 业绩创高的 就是星象 那目前星象来讲 今天股价 又写下波段高 来到528元 第一我认为 在不管是 学生的延后开学 甚至 线上游戏的人数 随着整个 目前的环境影响 应该绝对是 有争无减 所以以星象来讲 这个游戏的 股王能够 在创高之际 我觉得当然是有把 一些业绩不错的 游戏股 在网上做拉抬 如果以营收 跟本益比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目前 比较低估的 甚至到 应该说是 这个月 还有新游戏要推出的 可以看到 5478的智惯 因为智惯 第一个 你可以观察到 原月的营收 是创下了 13个月高 月增23% 年增16% 这个成绩相当不错 再来我刚才谈到 在它的新游戏 是在明天 就在2月18号 当时我们谈到这个 三国群英传M的一个 Mobile的一个 新的一个平台 移植到手机上 就在明天登场 那原则上 这个三国群英传游戏 在过去十几年 是在这个 PC端游市场上 推出 当时的 应该说是 两岸三地的会员人数 是高达将近三四千万人 所以以目前来看 事前的登录人数 再加上 目前 手游市场的特性 把过去知名的 这些线上游戏 移植到手机上 往往都会造成 市场上玩家的青睐 所以第一个就 5478的智惯来看 在明天正式登场的 这个三国群英传M 应该对于它 2月甚至3月的营收 还有机会再推高 那当然更重要就是 它在这个 线上支付的一个平台 也做得蛮完整的 好像是一粒配的部分 也有跟其他的 一些商家做合作 原则上 本益比跟位阶 其实都不算高 我们看知冠的日线图 时间周期可以拉长一点 或者其实月线都可以 其实以长期来讲 目前来讲 它的本益比大约在 15、16、17倍 在游戏股当中算不高的 那位阶又是处在 这个长线的一个底部 那原则上顺着整个营收成长 甚至有股王星象的 带动领涨 这一块产业 我觉得游戏股的部分 跟刚刚谈到的电子商务一样 应该在首季 会是业绩蛮有亮点的一块族群 那当然最后一块可能在一些 比较电子股的一个部分 像是有一些涨价题材 今天有所反弹的 像是细晶元 好像是台胜科 环球金 中美金 核金 原则上当然应该是说 在半导体产业这一块 我觉得市场上的一个疑虑 当然还是存在 但是如果就台积电 目前的营运状况 甚至就整个细晶元的部分的 一个涨价的立基性 存在的情况之下 这些细菌的个股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外资的买盘蛮积极的 所以实际上 电子股的部分 还是可以跟着法人的脚步 从优布局 OK 那我们要进广告之前 最后帮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进行点火股好吗 因为刚刚好不容易 跟你联系的时候 终于挤出了1000亿的量 最新的买单超近的有 硕和康纳乡 恒大华邦店 景硕 联合再生 望虹可乘 照风金 是不是听听您的看法 好 第一个 如果就记忆体双雄来看 望虹华邦店的一个部分 短线上当然我觉得 筹码面稍微去留意 因为望虹的部分 当然这一波是先行领长篡高 不过最近法人似乎跟投信 外资投信都有点调节 华邦店因为 上季的财报不尽理想 目前投信外资 也是站在调节的一方 原本像政产党各国 我觉得近代外资的筹码 比较偏多 带行介入可能是比较好 那另外有 亏转银的题材 再加上外资锁定的 景硕 我倒认为是可以 比较乐观期待 因为在这一次 第四季脚出来 算是优于市场上的成绩 但更关键的是 在今年 不管是苹果 这个5G天线的一些 封砖机板的订单 目前市场上是 认为景硕有蛮大的机会 吃下大部分 所以说 在当时我们也聊到 去年是营运的谷底 如果今年 有5G产品的带动之下的话 景硕在这一波 外资的买盘很强劲 尤其在今天 还能守稳于 5日均线架构之上 应该是还有 可以去期待它反弹的空间 好 非常谢谢玉堂 先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 这些东西 那么ël 合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